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介紹一金牌 一金牌 因為他的那個書 我把它重新製作了 這是林正義老師的一金牌 譜掛牌 從錢掛開始介紹 他還教你怎麼樣洗牌 那錢掛牌 你抽到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你的財運怎樣 整體的含義 然後還有 對你的愛情有什麼影響 家庭 學業 事業 這本書非常的詳細 還有第一掛 錢 錢上 錢下 圓恨力爭 有沒有 身心靈狀態 然後第三 第二掛 坤掛 有沒有 坤為帝 好 第三 那這本書他會把那個 跟你的那個 比如說愛情啊 財運啊 有沒有對象的啊 事業工作啊 還有他的那個掛 掛項都會告訴你 這本書 這本書已經絕版了 我買的是二手的 好不容易買到 瘋掉 好 他有送一個袋子 那這個紅線是我設計的 然後這個錢 錢幣也是我設計的 基本上他就是送你一個袋子 然後呢 這個紅袋是我覺得比較吉祥 然後這個錢幣也是我設計的 好 好 他的背面是這樣 所以他沒有沒有 他正反就是 不一樣 然後裡面 裡面是這樣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邊是第43 上對 下錢 對 就是那個沼澤 然後錢就是天 然後這邊有他的 蝸詞 然後出九 九都是陽祐的 出九 九二 第2個 九三 第3個 九四 第4個 九五 第五個 然後六就是陰謠 上六 就是一个阴谣 然后第十一卦太卦 小往大来集亨 上坤下潜 上面是土下面是天 然后初九就是下面这个阳的 九二九三九四 到这边九四 不对九三六四 这边是六四 因为六就是阴谣 六四六五上六 太卦 然后大壮 第三十四卦 立真 然后上正下潜 上面是雷下面是天 雷在天上就会大壮 天上面有雷 当然事情就会大壮 好再来 困卦 上对下潜 上对下潜 上面是沼泽 下面是水 就困在这里了 原真大人吉 无救 有言不信 有人跟你说的话 但是你不要相信 或者是不要随便相信 语言 这个困 就是你的思想混乱 好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全部讲了 那我现在是教你抽卦的方法 它也是一样 你可以这样子洗牌 洗到你爽为止 好 然后呢 因为它很好 很好那个摊牌 这样摊 我摊的不漂亮 因为它有点滑 而且呢 台湾湿气比较高 这个纸 做的没有像塔罗牌或神域牌 那么精致 它很容易因为时间的磨损 因为塔罗牌跟神域牌 在全世界都有 很高度的印刷技术 那这个 台湾的这个 这个一金牌 还输人家一大截 好 所以没办法 因为它的品质就是这样 然后呢 那如果你不要这样子 玩的话 你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这是林正义老师教的 它说你可以一直洗 一直洗 一直洗 洗到你觉得OK为止 然后你就可以 从下面 一 二 三 四 往上堆哦 五 六 刚好象征六摇 然后这六张呢 你就可以抽一张 请你先安定下来 然后抽一张 问你的问题 然后答案 也不是用这只手 是用这只手 好 然后可以眼睛闭起来 或者是你不要臂都可以 那打开 因为它没有 它没有逆向 所以无所谓 那欲 然后它是在最上面的 第五张牌 所以呢 这第五张 五六嘛 第五张 所以你就看五 六五 增集 横不死 好 那它是 这边六五在这里 全部都是 阴 阴摇 只有一个阳的 然后是六五在这里 好 那就是说这个 普挂出来的结果 你就可以去查 刚刚的那一本书 看它说什么 那或者是你程度很好 你就可以自己判断 好 然后呢 这个欲就是 什么事情 就欲先要准备好 好 不要事情发生了 才开始 那上阵下困 上面打雷 下面是地 好 这是一个欲 欲做准备 OK 好 这样是一种抽 抽的方式 因为是第五张嘛 就六五 OK 好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 一金牌的玩法 OK 好 就这样子哦 已经绝版了啦 大家买不到了 可以去二手书店找找看 OK 好 拜拜